大家好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被查落马 21号晚上中纪委官网通报 他说浙江省省委常委 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涉嫌严重伪计违法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 还有监督调查 上午周江勇好像还在主持 就是这个召开杭州市探达峰探中和工作小组 第一次扩大会议 下午就是被拿下 这个是挺符合共产党作风的 上午你还主持会议 下午然后你就是被拿下 这个太正常了 然后大家很多人联想 就是说这跟马云有没有关系 我待会会说到 你看他是2018年5月份任杭州市委书记至今 1967年生 54岁浙江宁波人 学历是党委党校研究生学历 85年8月参加工作后 他历任就是他都是在浙江任职 没有离开过浙江 历任什么周山市委副书记 市长周山市市委书记 温州市委书记 2017年6月等于挤身呢 就是浙江省委常委 2018年5月就出任杭州市委书记到现在 阿里巴巴总部在杭州啊 然后马云也是杭州人 他等于作为杭州县太爷 市府一把手吧 肯定是要力挺阿里巴巴发展的 对吧 那么根据杭州的官媒报道 就杭州日报报道 他是2019年9月7号 杭州市府举行公开仪式 周江勇授与马云的功勋杭州人的荣誉称号 并称的这个是极高荣誉 是致谢更是致敬 马云在这个仪式当中致辞呢 就是没有杭州就没有马云 也不会有阿里巴巴 我觉得杭州市政府和阿里巴巴之间的 表示代表的一种全新的政体关系 一种亲情关系 2019年9月12号 杭州市政府和阿里巴巴集团签订了 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周江勇强调将一如既往 为阿里巴巴提供全方位服务保障 产业生态支持 先行先试场景 精准要素保障 坚定不移 支持阿里巴巴更好更快发展 那么2019年的11月11号 就双十一的时候呢 周江勇还亲赴阿里巴巴总部 就是共同见证 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 还穿上阿里巴巴红色T恤 在阿里巴巴的陪同下 看望慰问阿里巴巴员工 在马云的陪同下 慰问阿里巴巴员工 就是同志们好 手掌好 同志们辛苦了 为人民服务 那么去年的马云出事了 对吧 就是他批评中国监管体制以后 大家也都知道 马老板就消失了 当局就重手打击阿里巴巴 搁置蚂蚁金服首次公开发行IPO上市 以后也不会上市 蚂蚁金服不太可能上市 然后又是对阿里巴巴寄出的反垄断调查 4月10号开出的天价是182.28亿人民币的天价罚单 4月13号浙江省委主持召开会议 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9次会议讲话的重要精神 周江勇当天参加完会议之后 随后 当天随即召开的杭州市市委常委会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 你当然要支持中央决定 他说这次会议 此次对阿里巴巴蚂蚁集团相关问题的处置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浙江对杭州的关心好爱 充分体现了对平台经济对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等平台企业的关心爱护 一大堆套话 对吧 那么现在是这样 网传有这么几种是为什么这周江勇落马 他是第一个 就说是跟钱有关系 他说是 他有5亿买了5亿蚂蚁金服的这个股票 那么中纪委呢是就查你这5亿你这个资金来源是什么啊 就是你哪来的5亿人民币去买这个蚂蚁金服这个股票 就是你的资金来源啊 再有一个呢 说他是什么就是长期利益输送啊 买官卖官 长期公关呢就是原中组部副部长沈月月啊 你看他是宁波人嘛 他是从宁波就是象山县委书记啊 短短8年时间从2010年啊 然后火速就提升为就是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 这8年时间从一个县委书记能提升到这个就是省常委 尤其是大省浙江省常委 然后杭州市委书记啊 这种这种大城市的这种就是市委书记8年的时间就是非常快啊 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也有可能反正这都是网传嘛 对不对 第三一个网传是什么 就说他跟宁波有关系 那么他跟宁波有什么关系 你看他是他本身他是宁波人啊 他的正途也是从宁波这边开始的 你看他的简历啊 就是说都是曾任共青团什么这个哪个县的就是县 县委常委副书记 对吧 然后又是镇党委书记 人大主席啊 副县长 对吧 然后又到另外的象山县 这副书记代县长县长 然后县委书记 对吧 然后宁波去的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委会主任 对吧 然后一直升任到周山市什么市委书记 对吧 宁波市市委副书记代事长 市长对吧 那么宁波说是说就是因为宁波出事了把他签出来 那么宁波出了什么事呢 他是这样 他说2021年6月1号就是宁波市海守区区委书记 祝孟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在调查 这个祝孟行出事了 那么调查是调查什么 他还有他老婆 是他老婆祝孟行他老婆供出来 就是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 是周江勇跟祝孟行的老婆 他老婆是什么呢 他是宁波市的十大律师之一 辅警出身一路睡上来的 就是牵扯到周江勇 那么祝孟行出事 他老婆还牵扯到谁呢 还有一个就是胡州市一号 就是胡州市原市委书记马晓辉 他是8月19号投案自首 回到周江勇 你看他这个简历啊 基本上他就是浙江本地干部 他本身也浙江宁波人 对吧 宁波起步 对吧 先从县对吧 镇对吧 然后是然后又是县委 副书记什么代县长县长 然后是周山市副书记代市长 对吧 然后是温州市对吧 然后又是杭州市 职业官僚典型的是一个职业官僚 这种职业官僚呢 我可以跟你讲就是你别 就跟钱呢最好是能够划分 能够分开这个是最好 因为什么 因为他如果说你就说你是违法伟纪的话 你违法基本上你是跟钱有关系 伟纪呢肯定是跟色有关系 你看比较凑巧的是什么 就说他这个突然落马 你看上午还在主持这个就是什么探达峰什么探中和的工作领导小组会呢 你看上午主持会下午就进去了 这可以数据就突然落马 我以前我们在那个有一个朋友就是什么 他也是上午也是跟这个什么一个镇的什么还是市的一个党委书记好像一块吃饭 中午还一块一块吃饭吃完饭以后等到下午快下班的时候 这个纪委的人就过来找他了就进去了啊没了这人 他呢你看就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周江勇在四月份的时候 他是什么他杭州市召开这个全市推进疫情防控补短板补漏洞 强弱象然后深化作风建设还有综合考评大会上他当众啊 他还说啊他说我就是要说一句话要警示这个全市干部 他说什么当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一句再见都不会说 没想到一语成谶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话呢你别说的太满了 你像这帮当官的呢就是不定什么时候就轮上你了啊 您看从这周江勇就是他突然落马就是突然被这个中纪委就是审查对吧 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跟这阿里巴巴有关系 我个人认为就是有关系也是钱上的关系啊 这个作为你看他这个简历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说 他是典型一个官僚出身的对吧 但凡这个官僚啊国企的这些啊 你出事基本上要不然是钱要不然是色啊 那么中纪委现在给出的关系就是严重就是违法违纪 你如果违法的话肯定是牵扯到钱啊 违纪呢肯定是色啊 嗯 他如果要是说跟跟钱没有关系 他力挺阿里巴巴呢不会出什么事 为什么因为他作为这杭州的父母官呢啊 阿里巴巴是应当是杭州当地财政的金主 对吧他有责任跟阿里巴巴搞好关系 为什么杭州可以说不仅是阿里巴巴不仅不仅仅杭州 而且是中国GDP就是一个一个支柱的一个产业当中的龙头老大 对不对你不跟他搞好关系 你当地的GDP包括甚至中国的GDP啊 你都会受到影响对不对 那么阿里巴巴对当地的这个官员等于对当地的父母官对吧 你当然是不能得罪啊这个当中是当中是互相利益在啊 单纯的就是说啊他出事是因为跟阿里巴巴走的太近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就是太浅薄啊 这肯定当中还有其他的其他的原因 我倒倾向于他跟宁波那边 因为他一直是宁波的干部 而且他一直是浙江的干部 他没有离开过浙江 应当是以前的事儿 谁进去了 把他然后牵出来抖了出来了 你看从那个胡州那个马晓辉他的落马啊 他他其实不是落马也也算是落马 他等于投案自首了嘛对不对 应当是以前旧事复发 我个人认为倒是极有可能是跟那个2021年6月1号就是在宁波 就是海蜀区那个区委书记祝梦行他落马啊 还有祝梦行的老婆跟他们可能极有关系 是祝梦行落马然后把他老婆然后牵出来的这个是周江勇 还有这个胡州市市委书记马晓辉 当然那个这个祝梦行他老婆不仅仅是跟这两个人还有关系 外传还有其他的人啊 我们今天先不提啊 好吧 这段就先说到这儿吧 就是给大家听听 反正现在这个共产党这个官场啊 就是比较乱啊 基本我现在可以基本上判断是因为别的人落马 然后牵出来这个周江勇啊 好这段造成